这是正楼刚去富士康的宿舍 今天下边回来一看 人都走了 员工宿舍人去楼空 留下一片混乱 棉被衣服来不及带走的散落满地 看得出逃离当下有多紧急 拖着行李箱 家当全扛在肩上 上千人逃离富士康郑州场 即便得徒步上百公里 也要走回老家 到处都是靠难的人 我想到今天能走到这一步 穿梭在公路旁的杂草堆中 高速公路上更出现奇观 路边满满逃亡潮 走累了席地而坐休息 甚至有人自发性架设补给站 这里有免费的水和食物 那你们如果这里饿的时候 可能的时候到这里取个问题是 食物泡面水通通被足 富士康郑州场实施闭环管理 但疑似内部疫情失控 员工一刻也不敢待 掀起史无前例大逃亡 厂内高达35万名员工 至少跑了10万人 逼得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亲自坐证紧急发声明 强调剩下的20多万员工 照护和安全将是长久站 园区提供每天快晒免费三餐 有意返乡的也统一安排车辆 点对点接送 至于外界最担心的产能 则紧急调用其他园区支援 号称地表最强苹果分析师 郭明奇则认为 原先富士康就规划年底逐步减产 目前看来计划延后 也会影响全球iPhone 10%以上产能 但预期情况几周内能改善 对第四季影响不大 加上苹果也传出已经找核硕讯 转换产线支援 但投资人信心已受影响 31号股价大跌超过2% 面临百元保卫战 红海危机步步进逼 新闻许川远彭志华 采访报道 赏金典信心在 亦有 担alar 赏金典信心在